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臂疼痛或麻木 恶心呕吐 当出现这些征兆时 可能意识着已经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您的心脏可能随时会停止跳动 应采取必要措施 立即拨打120及时就医 时间就是生命 冠状动脉是专门为心脏提供氧气 和其他营养物质的血管 血液中的杂质沉积在冠状动脉血管壁上 形成中样斑块 使血管变得狭窄 其中有些不稳定的斑块 可能随时破裂诱发血栓形成 导致冠状动脉堵塞 引起对应心脏部位的血液供应中断 若超过30分钟 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急性心肌坏死 导致心理失常 休克 心力衰竭 甚至猝死 医生常通过胸痛症状和心电图检查 就能对多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进行诊断 有些不典型的患者 可能需要经过复查心电图和血液检查 才能明确诊断 一旦明确诊断急性心肌梗死 应争分夺秒地打通堵塞的冠状动脉 挽救冰死的心脏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冠状动脉 内抽吸血栓 球囊扩张和支架等技术 打通血管 在不具备条件时 也可以考虑药物溶栓治疗 胸痛胸闷 速打120 心肌梗死 速通血管 时间就是心肌 时间就是生命